我們今天是第一次開黨團 在這裏順帶亦同意聽眾說 社民連在立法會裏面正式有一個黨團 主要是和立法會的事務有關 我們有一個發言人是陶君行 副發言人是李偉宜 今天有記者問為何不是立法會議員做這個發言人 我說很簡單 為何一定要是立法會議員做 你問回你為何 方便些 還有我們要給一些 制我們一個世代兩個世代的人出來才行 對不對 主要就是例如立法會大會的動議和辯論 和來會牽涉的有關的事 和財委會 工程人士兩個小組 一個撥款一個人士的任命之類 我們都會在黨團裡談的 每一個禮拜 和事務委會 我們會準備一些文件 和一些立場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發言人 阿土就是我們立法會黨團的發言人 李偉宜就是我助理 就是這個副發言人 我們三個立法會員 有三個助理 也提供一些支援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一 中午就會開會 開完會之後就立即開記者會 跟記者做一個簡報 就是這樣 以後就是阿土負責 這個是很清晰的 從這個禮拜一開始已經是這樣 所以我們開始有一個制度 不是三個立法會員在打遊擊 我們有些政策是共同 自己有過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在同一層樓的辦公室 我們很容易的 開完就在會議室上 然後到記者進來 今天也是這樣 以後每個星期都是這樣 變成要有些制度 OK 我想呢 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就講一講我們的 入的營 那個營是 很有型 很有型 真的很有型 我一替你多 我又弄一些難的 百多人進去 年輕人見多 你今天上Facebook 看人們的post 照片 那張照片真的漂亮 全部紅衣 然後哥哥又穿了黑衣 那張照片很有型 那張照片很有型 不是說那張照片 我現在要講出想有型的事 我要講內容 我要講內容 我現在要講內容 講實內容 有什麼內容 說來聽 馬惡講了大約四十分鐘 教書 講社會民主理念 那我們一班新的會員 就靜靜坐在那裡聽 露天的 露天 就在一盤室而坐 坐完 講完 個個是踴躍發言 還有有心度 不是立聯去問 那兩堂 第二堂 就那個 陳文中 陳文中 是講這個 講這個 反新自由主義 沒錯 講領會 兩堂呢 我們這些新進的會員 都很全程投入 還有呢 是很清楚 我們社會民主連線的理念 在基礎下去發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呢 我從正來沒見過 有新加入 是這麼積極 和這麼投入 我覺得這個 你歸公願意 你的功勞不兆 又難聽 說我歸公 其實除了這兩堂之外 我們的營室還有這些活動 角色扮演 有有有有 有有有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在那裡討論 你又有說話 我又說話 杜君蘭說話 警察又說話 氣氛都相當好 我們希望這一班 新血 以後繼續保持 那個 同學會的密切關係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活動 還有我們會把它分組 希望慢慢也可以提供 一些訓練給他們 這個就是參加Camp 有些沒有去參加Camp 都是這樣的 因為去過Camp 那裡有一百多人 但是我們其實 在這段時間裡 收的會員 已經超過二百人 是吧 另外那些陸續入院 剛才你聽到十四歲那個 要去代表 我們都陸續在那裡 我們沒有主動去招收會員 或者一個招募會員運動 我們沒有搞到的 這次選舉之後 那些年輕的朋友 對我們社民營的認識 加深了 很多人很有興趣 我今天在街上 才見到年輕人 握著我的手 他說我剛剛失業 我要入社民營 我們失業 組成失業大軍 真是慘 不如你找了一份工作 才加入社民營 你不要失業 加入社民營 其實我們會 這個是我們的資產 是 我們要入 我應該簡單地 跟我們聽眾說 剛才彭小弟弟 十四歲那個 他說 他已經看完社民營所有 我們的資料 看完你的兩本著作 其實現在那幫年輕人 其實跟他同等一樣 是全程投入 是去了解 是因了解而加入 不是因誤會而加入 有些等你表演完 訂招就入了 有些看你發言 然後才正式決定加入 當中他們是深思熟慮加入 我覺得這幫呢 真是我們社民營的資產 他是主動的 不是我們 不是拉呼籲來的 是拉呼籲來的 現在民建聯 常常常 李偉琼都喜歡說 我們有一萬個會員 經常都說 一萬個很厲害 共產黨幾千萬當然 一萬人多 不是花了幾錢 花了多少禮物 用了多少職位 去換這些人先 我們沒有 這樣買 人民建聯的人都很清楚 大哥 這麼多好處 如果比較公利的 人民建聯 或者公民黨 我覺得 但是入社民營的人 全部都是自動自覺的 你看到有時候 人氣就是這樣來的 你想回我們當初 2006年的時候 和現在 你慢慢凝聚 大家一傳十 十傳八 你看到慢慢就 這次的選舉 他形成了一個形勢出來 這次的選舉很大幫助 但是有這樣的形勢 你不懂得利用也是死的 是吧 所以牛哥 你港島區有很多新秀 你好好培養一下他們 對不對 靠你了 哥哥 Carnie的 麻煩你不要說普通話 幸好還有公民黨 哈哈哈哈 幸好還有公民黨 都沒有這麼挑架 你賣英國都沒有關係 是吧 台灣呢 就是 那是不是我們 又要 牛哥 幫我們組團去一次呢 就是 台北 台北三天 官審團 哈哈哈哈 看一下 官審團 看一下陳水扁 那可能要去醫院 去你外家裡 在板橋 那醫院很快出來的 我猜他現在的律師呢 會要求 就是 放他出來的 有沒有普通話的律師呢 不是 他現在這種程序呢 就是 這個激壓 其實就不同 香港就不是這樣的 香港 你48小時 不下差處呢 你就要放人 是吧 是吧 他這種激壓呢 跟香港那種做法是不同的 那你激壓到什麼時候才行 他都沒有起訴他 所以你是有權去抗告 是吧 有權去抗告 那又等到法官來判 是否給你 就是接受你這個抗告 那現在律師就希望 就是 阿扁呢可以出來 就是 就是 等你起訴 就不要 現在激壓他 那似乎就 在11月22日之後呢 就是如果那個集會 等一下有分享一下人呢 那我想就是 放他出來的機會都高的 但是要起訴 現在是誰發起呢 蔡英文 當然不是啦 蔡英文 可能現在就是面臨一個考驗 究竟是否參加 這個挺扁集會 其實他是不應該參加的 是吧 好了 那我們節目時間參加 參加